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已经圆满落幕了 国民党籍的新北市议员黄铃铃 感谢选民的大力支持 让他再度的连任成功 同时他也强调将会努力 为地方争取更多的建设造福相亲 台湾最大的地方选举圆满落幕 议员黄铃铃铃在选民的支持下顺利连任 更感谢民众对他四年来的肯定 强调将一本初衷全力以赴迎向未来 真的非常高兴 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个时刻来见面 那我想我要首先要想感恩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指导跟协助 就没有今天的一个上榜 那当然让我上榜以后 我自己觉得说责任的兼具 任务还是需要努力把它促成 新装市应该有的各项建设 都需要努力来达成 接下来议员黄铃铃铃铃也希望能在任内 让新庄风华再现 表示从此以后 没有南新庄和北新庄之分 只有一个名词叫做新新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南新庄要跟北新庄并驾齐驶 让南新庄跟北新庄 一样的发展 一样的繁荣 一样的受到肯定 那我真的非常喜欢 在这方面做努力 因为毕竟南新庄 还是需要再努力加强 我相信未来只有新新庄 没有所谓的南新庄跟北新庄 议员也感谢竞选总部的团队 每日每夜的协助竞选工作 并承诺将会延续新庄的重大建设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永家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导